上周我已经就中方在西沙有关海域的军事训练回答了提问 我想再次强调 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不存在任何争议 中方在西沙海域开展军事训练 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无可非议 美方有关言论完全是罔顾事实 混淆视听 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向好发展 在此形势下 美国蓄意派重兵在南海有关海域 进行大规模军演 炫耀武力 完全是别有用心 美方的行径意在挑拨离间地区国家间关系 推动南海军事化 破坏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 国际社会 特别是本地区国家 对此看得清清楚楚